好了,我们开始接着讲吧 在原子类型里面就是我们大纲的第一部分吧 原子类型里面前面我们讲了这五个主要内容 然后现在我们讲一个automatic integer automatic integer它是干什么的,还有automatic integer的error 然后这几个是比较类似的 其实就是说英特类型的数组 因为你对数组的操作,多个线程去操作 比如说更新其中的一个值 或者说是给其中一个值复值 都可能会其他线程可能看不到 因为它不是原子性的一个操作 浪行同样也是一个道理 那reference就是说你自定义的一些其他的类型 引用类型 就是说你数组里面其他引用类型 它也是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个原子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这节课就一口气把这三个都说完 还是倒倒去去说 来吧 还是写一个这是它的原代码 就是这个类 让我们还是写一个测试用力吧 大家来测试吧 好 它的构造的其实是 比较简单的 就给一个给一个长度就可以 那他拿这个长度 就是他自己会有一个error 看到没 他自己会保存 保留一个error 那他这边的base呢 就是说 这个integer 它的这个大小的长度 那他其实是引用类型嘛 那他大小肯定也是4了 那紧接着呢 这边就是你扩充的 也就是它的一个基数 那就多长 你看就扩充多少个 对不对 这是它的原代码 就是说它error new 定义了这么长的一个长度 然后呢 如果这个大于0 然后呢 unsafe.putuality 这个东西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 告诉其他线程 或者说是我刷到主存里面去 主内存里面去 其他线程就可以知道啊 这个 我定义的这个大概 有多大 就其他线程呢 就知道我定义这个error有多大 那它的构造呢 其实就比较简单 我们来 写一个测试用力 呃 待会测试 test create ok 好 那它的构造就是这样子的 啊 比如说给试课长度 对吧 给试课长度 它这个其实就是啊 一个原子通知 你看must perform at least one wallet rather to confirm to jmm java memory model 对不对 嗯 就这意思 那 我们拿一下 看它有什么方法 点get 啊 它没有什么size之类的 lens之类的东西吗 lens 啊它也有 肯定是有lens的这样东西 好 这个构造了 那它里面我们说了啊 英特它的默认值是什么 零 它肯定是十个零了 好 这就是啊 我们创建了一个它的啊 cap seed 是一个十 它是有十个元素 这样一个一个东西 嗯 那怎么去设置呢 啊 其实就是给它啊 其中的啊 一些 比如说我们同样 还是打开它这个 我们看它里面的这些方法吧 一个一个 哇 这个方法啊 也不少呢 那我就说一些啊 那lens 这个就知道 这个私有方法 但是主要是做其这个通知的种子 那是设置了啊 那get呢 其实就是它不会加任何锁啊 啊 get intervalet 他说get countervalet 从这个拿出来 对吧 啊 get intervalet 然后这边raw index 它这个里面就是什么 raw就是圆的意思吗 就是 啊 是这个圆啊 不是圆 原始的圆 是这个圆啊 嗯 嗯 然后get我们测一下get吧 get 那他拿出来肯定有 就是 八吧 哦 给个五 好 那他set呢 我们来继续去看一下他的set的方法 says the element element at position to the giving value 就是 就是 啊 给这个值 负一个值 那就是强制型的一个负值 对吧 强制型的一个负值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是立即负值对不对 这个是 lazy负值 就是我最终会给你负成这个值 对吧 就是你调用完你不管 反正我最终会给你付出 那我中间可能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变化 对吧 但是我肯定会给你负成这个值 那我们 测一下set 他们设置完之后呢 他也会去通知什么 因为他掉了onsafe的这样的一方法 他肯定也会去通知啊 gmm 把它刷到主内存里面去 对吧 这就是他的原子性嘛 啊 否则他也没有 没有这么做的一个意义 对不对 叫set 啊 第五个元素 对吧 我们就给他设成5吧 那这边 肯定就是 错了 对不对 那你如果 tdd做的话 那就是 tdd的方式去做的话 那 测试用力先错了嘛 就是说你测的时候这个错了 要么你去改原代码 要么你去改你的单元测试 啊 刚开始全部都是错误的 然后慢慢的把它就做成功了 呃 然后get at set 就先拿出来 再set 那他这里面 就会有那current 拿出来其中的一个值 这是他的下标 对不对 拿出来他一个值 然后去 啊 对比了一下 你看 对比 这为什么给个re呢 因为他要去到 这里面去看 你看 我要把这个值拿出来 是不是你期望的这个值 对吧 就是说 就是说我get的时候呢 有可能另外一个线程怎么了 ,对他已经进行了修改 对吧 就是我这边可能看到的是5 然后我这边去对比的时候呢 他可能另外一个线程 已经把它改成6了 对吧 所以说我对 给他设置的时候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啊 快速失败的方式 对吧 就他设设不成功 啊 设不成功 那但是呢 第一次设不成功 那第二次设置的时候呢 就又成功了 是吧 就又成功了 就比如说 你第一个先生把它 把第五个元素啊 设成了 想设成5 但是另外一个先生把它设成6了 对不对 那你在你第一次在这个循环里面 你是失败的 那你第二次呢 就又把它成成5了 对吧 所以就可能也是会 ABA这样的一些问题 他发生了一些变化嘛 对吧 好 get the set 就先拿出来 再去设置 那你拿出来这个值是个 新啊 旧值对不对 那新值肯定 啊 他没有给你返回嘛 get at set 那他 我们根据他的这个习惯 他肯定会有什么 set at get 去了 好 我们快速的把这个 那中间的这个lens我们就不要了 那我们先给他设了一个5 对吧 设了一个5完了之后呢 呃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这样子 他还有另外的一些定义方式 对吧 定义方式 比如说啊 10 啊 int int 啊 原来的数组 把它传进去 那 这也是他其中的一个构造方法 我们进来再说一下 那他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数组的拷贝 他拷贝完之后呢 你看 他这边是拷贝 拷贝完之后呢 Do the last Rot as validity 就是还是要去刷一下那 主存 memory 说哎这个啊 我这个你 其他其他人持有的这样一个数组的引用啊 然后发生过变化啊 就是说立即通知就保证它的可见性 对吧 Volity嘛 他们说Volity Volity并不保证原字性 但是可见性 对吧 那我这边就可以把 第五个元素 等于5 给他给个5 对吧 可以 那我放进去了 那我就这边不设置了 是吧 然后呢 我这边就可以 点 我们测的是什么 get add set 是吧 get add set 第五个元素 给它设成6 那你拿出来这个值是谁 V是谁 V肯定是5 对不对 那 你 他最后去get第五个元素 他应该是什么 是6 对吧 get第五个元素它就是6 这是我们预期的 看是不是 对的啊 嗯 他在跑 让他跑吧 如果他红了再说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要哄啊 没问题 get add set 这个是capra add set 那其实调用的 它是调用的是int 他和调用的和int 的那个一模一样 对吧 只不过他的这个 呃 你看 他拿出来这个值是谁 他拿出来这个值 cobra and sweet int 他拿出这个值 是 啊 他扑得到wallet 里面的那个值 就是 wake这个就不看了 get add increment incremental 就是说他自增嘛 啊 然后呢 啊 decremental就是减 给其中的 啊 数组里面其中的一个元素啊 简易 对吧 get add add 就是 我先拿出来再去执行加啊 这个和我们之前都非常类似啊 也就不去详细去说了 然后incremental add get 就是先加了 再去get 然后呢 先降了 再去get add add get 就是我加了 并且把你拿出来 拿出来的肯定是next值了 对吧 那这些其实啊 都比较类似啊 都差不多 呃 那我们再来 看一下 long automatic long error automatic 其实你和他比较类似吧 比较类似 啊 put long allity 一模一样 所以我 我们也就不会去 呃 再说太多了 再说太多的东西了 啊 和之前的我们啊 说过的 完全一样 只不过它是什么 put quality put quality 对吧 put quality 啊 你要他这边 lazy的话是put all quality 啊 你要他对对比和set的时候是 啊 compare and swipe long 因为啊 long和int它的什么 长度 精度 大小不一样 对长度不一样 好 这个就说到这里 那还有一个就是automatic reference的error reference error 对吧 我们来看他 他呢 啊 他呢 多了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多了其中的 嗯 某个 呃 某个方 某个方法或者说某个属性啊 好像比 其他多了一个 还是没有多啊 啊 你看他这是 嗯 啊 没多啊 啊 以前啊 可能1.5的版本吧 他其实要支持反序列化 那现在这些都他支持都能支持这个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都让其支持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其实都差不多 你还都base啊 这些东西 啊 这他是只不过是object类型的手组 对吧 啊 这个是放到他里面 你看还是去通知JMM JMM 那这边 也是 一模一样 lens set lazyset get comprended set week to stream 一模一样的 focuswallet read 嗯 一模一样的 我们这个也就 啊 再不花功夫去说了 大家其实 呃 看一下 就能看明白 对吧 一模一样的 他这里面 好像都都加多了这个 seralizable 啊 都有seralizable 啊 没有和其他特别 而且这些在1.8里面 都 都有过改造啊 呃 这个大神还是比较勤奋的 他每一个版本他都会对 这个包 做出相当相当大的一些贡献 呃 他会先先产生出来一些论文 对啊 论文阐述出来之后呢 然后就会去把他这些论文去实现 呃 其实在没有在1.5的时候 呃 没有写这些 在1.5以前吧 JDK没写之前 他其实自己开发了一个类裤 呃 在JDK里面呢 只不过是把他这些类裤全部包进来了 呃 然后又呃 多了一些优化 呃 他之前是有一个开源项目的 也是和我们这个concurity一模一样 都是他自己写的 都是他写的 呃 嗯 只不过他搬过来 现在就是我看了一下 好像每一个版本全部都是由他一手操办 呃 还是很牛的一个人 而且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看人家大学的教授多厉害 好 那这三个呢 我就说到这里吧 然后说太多了太细了 大家也烦 因为很多东西都雷同嘛 啊 说来说去也没啥意思 啊 好 那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下午 下午 嗯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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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